有人说 在当今各国的航天事业中 谁能率先攀登AI技术的高峰 谁就能占据主动权 中国航天和中国AI 虽然起步完 但我们跑得快 或许未来某一天 我们的航天器将能实现飞行轨道自主规划 智能探测器 能够在火星上行驶 深空探索的载荷 能够自主做出决策判断 可别觉得这些想法离现实很遥远 今日 中国探阅与航天工程中心一行人 到百度进行技术考察 双方已达成人工智能站位合作 百度将为深空探测 提供AI技术支持 这些畅想 或许未来将一步步实现